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教授石光生则认为 皮影戏从大陆传播至台湾 与明朝郑成功有着直接的关系 它怎么来的 其实有很多说法 但是我认为 它应该是从潮汕那边 广东潮汕 因为皮影戏唱的曲调是潮调 潮调 穿上戏曲它都是因为它的曲调的不同 所以命名就不同了 虽然无法断言 台湾皮影戏一定是从潮州直接传入台湾 或由潮州传至闽南 再由闽南传入台湾 但凭借台湾皮影戏 属于潮州皮影戏的系统 就可以做出推断 相传清代台湾南部的皮影戏 很盛行 大都集中在台南 高雄 屏东等县市 皮影戏所使用的唱腔 除了在庙会仇身仪式中 偶用北馆之外 其余多用南部较流行的南馆或潮州调 从后来皮影戏团所流传的超本 及其戏曲唱腔来看 显然的台湾皮影戏与大陆潮州地区 关系十分密切 台湾皮影戏的发展范围 主要是在台南以南 涵盖高雄与平东两地的平原地区 而镇成功渡海来台 以及清初的发展 正是以开拓南台湾为主 因而皮影戏就在台湾落地生根 请不吝点赞 订阅